又打了一次贺宗伟,又在与皇帝陛下的争吵中,占了一次上风,至少保证了自己这边的势力,在短时间内不会被削得太厉害。 范贤的心情确实不错,即便马上又要踏上征途,往东移城那座满是要味的剑炉里去煎熬,他的心情依然不错。 与送行的官员寒暄完毕,接受了一大筐的马屁,还有那些暗中对贺宗伟的冷言酸语,范贤面色不变,出了梨亭,下了骏马,依旧是躲进了自家的黑色马车中。 四周已然清静,马车里却有另外一个人。 严冰云看着他,忽然开口说道,东移城那边已经开始有动乱之际,真不要我去谈呀,这次我会带黑棋入城。 范贤的眉宇间涌起淡淡忧愁,说道,而老院长大人过些日子便要返乡,你在这里替我多看看,如果连你也跟我走了,京都里谁替院里拿主意? 严冰云极为敏锐地看出他心中的愁思,有些不解,却也不直接相问,而是说道,贺宗伟这次落了一个大大的面子,督察院想必也会安静许久,不要小瞧他。 范贤说道,虽然今天这些官员都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,但如果换个场合,当着贺宗伟的面,谁敢大声说什么? 官员的地位还是在陛下一句话,只要圣券犹在,他就不可能倒台。 而且,他是个厉害角色。 范贤忽然微微笑了起来,说道,我以往总觉得贺宗伟的格局太小,但没有想到,他竟然做了件令我出乎意外的事情。 严冰云没有笑,平静说道,我查出来范吾就在贺府,如果你真想对付贺宗伟,和陛下说一声就好。 范贤沉默片刻后,摇了摇头,说道,范吾就的选择很令我意外,当年他逃离京都,明显是个怯懦怕死之人,没有想到二皇子死后,他竟然有勇气回到京都,进行所谓的复仇大计。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,仰脸赞叹说道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范吾就此举大有古风,我很欣赏。 严冰云皱眉说道,我不相信你很欣赏贺宗伟,我也不相信,你会因为古风这种东西,就放贺宗伟一马。 现在,我要处理一件大事,在院长返回家乡之前,你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,以免生出变数。 范贤极为认真说道,严冰云的心肩微微颤了一下,能令他感到震惊的事情不多,但是从范贤的这句话里,他却嗅到了一些很凶险的味道。 应该不会出问题。 范贤轻声说着,但是最近不能在声势端,朝堂里不能有大动静,我们不要急着做什么。 贺宗伟在急着做什么? 颜冰云将一张纸递到他的手上,冷静说道,虽然我还没有查出来,但是院里底下最近有些暗流,但不知道原因。 范贤陷入了沉思之中。 他不是神仙,监察院也不是无所不能,而且,这几年,大概是因为一些心情上的原因。 他不怎么愿意去想当年身边最亲近的老王头在远方过得好不好,一时间竟没有想到这个方面,至于高达,范贤却是早以为他已经死了。 光凭范无救这个人,已经足以令贺宗伟下台,我们的手中等于掌握了一件力气。 范贤说道,如果贺宗伟真有什么大动静,你直接把范无救抛出来。 一个收留谋逆皇子救赎的大臣,没有必要继续在朝堂上待下去。 严冰云沉默片刻后说道,贺大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 范贤说道,那是因为他自以为了解陛下,了解监察院的能力,但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出京时礼地,车队稍作停歇,严冰云从马车上下来,不再相送。 看着这位小颜公子远去的身影,范贤温和的一笑,心想,院子既然已经抓住了贺宗伟一个把柄,京都方面应该无碍了。 范贤不会瞧不起贺宗伟,他十分相信皇帝老子的眼力,他知道贺宗伟肯定有他的能力在, 只不过在监察院的面前,贺大学士的能力往往显得有些不够力量,所以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显得比较放松。 而至于这种放松,究竟是不是一种足够端正的态度,那则要看日后事态的发展过程。 范贤起码来到车窗之旁,想着刚刚收到的那封情报,在心中暗自觉得诧异, 他身为企年小组的临时负责人,对小范大人的所有因私事都十分清楚。 但是这封情报上面提到的事情,却是连他也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一个部分。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小范大人如此谨慎? 木缝吞了一口口水,润了润有些发干的嗓子,压低声音说道,于常回信。 于常代指的是什么,木缝根本不知道,但是这两年里, 小范大人和于常处通过三封书信, 这三封书信不仅仅走的是院中最高等级的游路, 而且沿途送信之人也都是企年小组和新成员。 可就连这些核心成员,也不知道这封信最后到底是送到了谁的手中。 于常在哪里?于常指的是什么? 木缝的心中有无穷的疑惑,但既然提斯大人不说,他就不能猜,不敢猜。 范贤此时正准备放下车窗上的布帘, 听到这个消息后,笑了笑,轻声说道,信呢? 木缝打了一个呼哨,马车旁所有的监察院密探, 箭手竞速散开,分别控制了官道四周, 以及林地里的方向,把范贤所在的黑色马车围在了正中。 范贤接过信,略略扫了两眼,便将上面的话语记得清清楚楚。 信上的字眼都很寻常,组合在一起的意思也很寻常, 但只有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才知道里面真正的意思。 他忽然觉得耳朵的上眼有些发痒, 忍不住挠了挠,手掌一拢,将整封信揉成一片碎碎的雪花。 这是他早已经习惯了的悔计方式, 他也曾经偶尔看见过一次, 皇帝陛下似乎也有这种习惯。 大概学过霸道真气的人都有太过充沛的真气用来当人形碎纸机吧。 范贤的脑袋里突然多出这些比较荒谬而可爱的念头, 一丝淡淡而静静的笑意浮上了他的面庞。 看得出来,他此时的心情相当不错。 木缝不知道他的心情为什么不错, 迟疑问道,大人,是不是原路前进? 不。 范贤神情微脸,正色说道, 你们自行去东夷城, 我会在城外与你们会合。 木缝微微一惊,不敢应命, 说道,院长曾有严命, 在布允大人单独行动。 我如今才是院长。 范贤笑着看着他。 木缝微炯,这才想起, 在出京之前,陛下已经明止网发天下, 小范大人正式接替了陈院长的职务, 成为沁国第二任监察院院长, 而不再是以前的提司大人。 黑色的车队渐渐离去, 范贤站在树林之中, 看着这些忠诚于自己的属下, 暗自想着, 自己要为太多人的生命负责, 这或许也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情。 京都南是魏州, 魏水之盼的周城, 受着京都风华的辐射, 又是达官贵人, 聚古富商下江南的必经之地。 所以,城市虽然不大, 却依然显得格外繁华。 但凡繁华之所在, 必有青楼赌场, 所以魏州城内也毫不例外地开了一家抱月楼。 而在抱月楼的远远斜向方, 便是魏州城最大, 也是最豪奢的赌场, 千金阁。 话说千金阁这个名字, 还真容易让人往青楼的方向想。 乔庄打扮成一名商人的范贤, 抬头看着千金阁招牌上的三个大字, 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赌场内, 早已是人声鼎沸。 尽管有内裤出产的大叶通气扇, 在苦力的操作下, 不停作用着。 然而人味交杂, 香粉味和酒味混杂在一起, 仍然有些难闻, 范贤忍不住捂了捂鼻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